问就是1137,是否Tony Wong 可能会吓到名字,是什么来的 其实要说另一个旧名,就是港市 现在改了名字叫香港科技探索,好像很厉害 Tony说他现在没有科技 长远,究竟这一只值不值得持有呢? 如何去计算1137的估值呢? 如果你想与他类比,有没有什么同业可以比较呢? 也有,当然他现在改了名字就很科学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要看他探索到什么新东西 探索到什么层次 但如果以目前这个业务,仍然是一些类似网店为主 不是说差,但始终局限性就是 暂时香港的业务主打 但香港始终,当然去年疫情里面就会用得比较多 但始终现在都慢慢,大家出街都知道都逼到什么感 所以就开始用的人是会少一点的 所以你见到近几个月,他出来的网站销售数据 其实是增速放慢着的 还有问题就是,虽然去年疫情里面是增长很快的 但如果那个均价,那个单价来说 其实最尽来都是500元送点 其实是提升不到那个单价 这个是一直大家都看不明白的因素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买,但那个单价都升不到呢?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的 因为这个单价高与低,其实很直接影响着它的利用空间 所以这个就会形成,我觉得那个看法上讲 叫做一般般,就是中性一点 但是昨天,当然你说那个升幅就很漂亮的 成功很大 但是昨天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纯粹就是改了名字 可能因为改了名字就是炒商条件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对业务来计 未必太建议住 但是如果你是短期从股价走势上讲 技术面有得博下的 因为一般昨天就一大棍 有成功配合上来 突破一些军线 有点破位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 纯粹以短期操作来说 不穿下去大概就 十个六、十个七这些位附近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所以你可以用短线炒作来计 以这些位置做理想 不穿就先拿去 但是如果你是用业务前景去选择的话 我自己就觉得比较一般些 谢谢大家